你了解自己的健康吗? 看不见的身体内部是否潜藏着致命的危机呢? 人体的健康与否不能只凭个人的感觉 以隐身于体内的血管、神经系统和重要器官为例 人们对他们的状况是否良好 往往要等到遭受疾病清洗后病倒 才发现对于身体真正的健康状态一无所知 就像车子透过定期的保养检修来发现问题 人体同样需要定期的检查以及保养维护 就像健康检查希望能够及早发现问题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解决问题 这是现代预防医学提创的健康管理的重要观念 但是您知道 到底怎么样的健康检查 才最能适合自己能够远离疾病吗? 今天节目 健康成绩单 邀您一起来探索健康检查的名思 同时希望能够懂得利用健康检查 来管理我们宝贵的健康 那医生不敢跟我讲 他说 割掉三分之二 剩下三分之一是跟我孩子讲 长得密密麻麻的 护花了 是我很难过不能接受的 是很遗憾 翻着照片 看着五个月前的全家福的流影 李学美的心中 还是相当不舍丈夫的李氏 短短的十四个月 从发现到往生 肝癌夺走了李学美的老伴 让她深刻地体验到健康的重要 现在虽然只剩下她一个人 但是为了不让孩子们担忧 李学美打起精神 以阶级的态度生活 几天前她在跟朋友陈龙一起参加健康检查 希望不要让遗憾重演 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真的 照顾好身体健康是第一的 第一要事 不要给孩子增加麻烦 像我前几天去健检 去了就是不了解自己的情形 自己的健康情形 有发现什么就赶快去治疗 健康无价 不要等到失去后才来后悔 为什么轻易地让病魔 精吞蚕食掉自己宝贵的健康 你健健健康 身体有没有松坏吗 没有 都没有 有扫 都没有 银腾痛 都没有 走路窜 走路 没有 我每天都去走 每天都去走 是哪里想要去健康检查 因为我们的发烦日一天十月二十 我开销去去健康 当时就去健康 当时就去健康 我当时就去健康 当时就去健康 我就去健康 五百五十多 是血糖就很高 赶快开销 又回到 我们的病毒 刚才 新春代谢的医生肯 肯本诊 是 做 吃油 做 预讨树 就 一个次来就很好了 好 这些人 在这些虚无的 胖子 是啊 就是肺癌 很多人就像你一样 有时候是 没有感觉的 一直以来 林英居总是认为 自己的身体 涌得像头鸟 而不愿意接受健康检查 没想到生平 第一次由儿子安排 做健康检查 就让他发现 自己的健康 陷入了重大的危机 谢谢志愿 平常使用 没有在做 没有在吃油 没有在用 正宝家 要做健康检查 春日就把他扳 12月8号来做健康 还是很好 还是感谢我的小孩 所以 做健康检查 两天 才发现说 我腹部 有一个肿瘤了 年轻时有抽烟习惯的林英居 其实是肺癌高危险族群 60多岁的他 如果每年定期地 接受健康检查 可能有机会 及早地找到肺癌病灶 不会像现在 因为肺癌 长的位置难以处理 不能开刀 只能忍受电疗 和化疗的痛苦 不过个性坚强的林英居 却仍然努力地 与病魔搏斗 也以自己的例子 告诉大家 要做健康检查 生病的经验并不好受 除了身心饱受煎熬之外 医疗费用更是一笔负担 如果是罹患了中风 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癌症等重大疾病 死亡的风险 不只冲击着病患及他们的家庭 同时也让许多的医生 咬头感叹 为什么不能够及早发现 提前预防呢 早上的话是有可能说 他平常会有手脚麻的问题 是是是 那这样的话 我们会适合做什么样的击击 可能跟他排个MRI 会比较好一点 好是 教训医师 不好意思 打扰了 好 那我等一下再给他 好 教训医师 林医生 我有一些重要事情要来请教你 好 那我们要不然 我跟地方坐下来谈一谈 好 要打扰你的视觉了 超训医师 我知道这个见解可能在我们一般民众心中有这个概念 但实际去执行的这个行动力确实比较薄弱 但是您可能早在十多年前 甚至更早的时候 你就觉得见解是非常重要 甚至是一直不断的在宣导 或者是说呼吁民众真的要重视健康检查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当医生当了快30年 我觉得很多的病人来到医院以后我们无能为力 比如一个癌症病人 他假如是比较晚起来 我们几乎是救不了 一个中风的病人来到医院 我想有几个人能够好好的出院 跟他以前没有生病一样 几乎是大部分不可能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想 难道我们就让疾病这样击垮我们 还是我们有更好的策略 后来我们从很多的科学研究里面 医学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是 一定在很小的时候 我们去治疗可以治愈 然后呢中风血 那个血管的疾病 比如说预防中风 我们在很早期发现血管不好的时候 你就赶快去生活改变 或者是说给药治疗 他可以一辈子避掉这个中风 我想我们在疾病的初期 把疾病阻挡住 才有可能让人一辈子健康 从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 健康检查是透过一些检查的工具仪器 像是医师 抽血检查 或是一些影像检查 在一个疾病还没有症状的时候 就能及早发现 而且发现的这个疾病 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 治疗过后 不但有可能治愈 达到延长寿命的好处 或是减少因为疾病残障的几率 这也是健康检查最重要的目的 现代人非常注重 生涯规划和理财规划 却往往忽略了健康规划 就像预防肾余治疗 这个道理 人人耳熟能详 但是有多少人 能够在未罹患疾病之前 就有积极管理健康的概念呢 WHO我有讲 健康定义是什么 身体 心理 还有社会关系都很健康 人只要泡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 身体完全没有机会健康 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 压力不但可能会造成心理不健康 身体也往往无法得到很好的照顾 还可能会产生疾病 嘉医科主治医生陈黄光 在念预防医学研究所的时候 就曾经因为压力 让自己的胃得了胃溃疡 说实在我最担心的胃跟大肠 我那一次做健康检查 大肠完全没事 可是我发现我有三个胃溃疡 这是始料未及的 我胃完全不痛 最后回到我们刚刚在讲健康检查 健康检查是找个什么 没有症状的病 可是隔年 我做完健康检查 我刚好那时候准备要 写那个什么博士的毕业论文 我那时候就真的开始在胃痛 而且痛了好几个月 可是实际上前一年 我的胃就已经有三个洞 在医院当了主治医师之后 压力又繁忙的生活形态 让陈黄光医师发现 要维持健康是很难的挑战 后来他找到了一个自我疏解的方法 想办法在零岁的时间里 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 像是拍照 常美食和写文章 来让自己的身心平衡 尽量远离压力保持健康 我常开玩笑 医生说实在生活的品质跟习惯也不太好 医生不是他刻意去做什么事不好 是因为大部分医生很少时间可以休息 所以我有时候拍一张照片 拍一碗面 然后贴到那个网路上 然后就会被我同学痛骂 为什么我们现在忙得要死 竟然有一个同学可以在路边吃一碗面 但是我的文章结尤都讲 吃完面我等一下赶回去看门诊 我只是跟别的同学有点差别 我带了一台相机 相机让我的生活多了一些 让我感到比较愉快的东西 就是回到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让我的心里感觉上 比较舒服一点 解决掉我心里不健康的问题 尽管生活在忙 陈黄光医生觉得 还是不能忽视 调试身心健康的需求 目前陈黄光已经辞去了 医院的工作职位 改选基层医疗诊所看诊 同时身为家医科医师 和拥有预防医学的专业 陈黄光也常向民众宣导 透过健康检查 达到健康管理的概念 虽然说老化生病死亡 是人生必经的过程 但是现在的医疗延长了人类的寿命 却不能够保证永保健康 若要活得有品质 健康往往比任何的名利 来得更加的重要 陈医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何谓健康管理 因为人往往都是生病 才要找医师解决 往往错失那个最佳时机 但是人有很多因子 自己没有办法控制 像年龄 性别 遗传因子 但是有一些就可以 例如我怎么吃 我怎么运动 怎么解除一些坏的习惯 这就很重要 但是因为自己一般多半 你不知道那些知识 所以要透过一些专业医疗人员 来指导你如何吃东西 改掉不好的习惯 或者说如何运动 这样可以达到 我们一般叫做 促进健康的一个效果 这叫健康管理 对 但是一部分是可以透过自己 求的一些知识 但是另一方面其实建议 可以在一般的那个什么 专业健康那个 就是医师 或者说护理人员的那个 的指导之下 可以达到一个自我管理 这样就可以避免生病 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 回顾医学发展 过去的医疗服务 往往是以治病为当务之急 对健康检查的预防观念尚未建立 因此许多人往往一夕之间就病倒 造成了个人以及社会极大的损失 时至今日 预防医学兴起 我们时常可以看到 健康检查的宣传广告 民众也非常重视健康检查 也愿意花钱花时间 来接受这一项服务 但是到底我们该如何透过健康检查 来达到健康管理的目的呢 底语医生跟我们聊一聊 什么叫预防医学的观念 OK 预防医学 其实实际上我们在分 实际上要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做初段预防 初段预防就是说 我完全都没有疾病 就是说 但是我要预防 让我自己不要生病 今年流行的流行性感冒 但是我很怕 我得流行性感冒 这样打预防针 这叫第一段预防 第二段预防它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 疾病没有症状的时候 我就透过一个方法把它找出来 就是我们讲的主题 叫健康检查 第三段预防 大家很熟悉的 生病赶快找医师 就是先做第一段预防 连疾病都不会得 那第二段预防呢 早期疾病可以达到早期治疗效果 这就是我们讲的 预防医学的三段预防 人体的构造 仿佛是一部精密的机器 必须要实时检查保养 才能够保持正常运作 减少故障的几率 但是想要永保健康 远离疾病 其实并不容易 有人从饮食上着手 有人积极运动 总希望能够预防 剩余治疗 减少与病魔交手的机会 过往为了生活打拼的李后才 现在是为了健康打拼 已经62岁的他 总会跟一群中年好友 相约爬山运动来保健身体 其实我们能够预防很多 我们可以好好利用 因为我们的身体也很有感动 我们每一条山都可以修讨 里面的光景也很漂亮 不一定能够预防身体 还有自己更健康 也会更不容易家人烦恼 我们也很怕 因为到这种年龄 体重一直增加 我们的血液 我们才感觉循环不得好 有时候也都想说 在渡游有毛病 那比较健待 如果没有叡游就要睡觉 就要看电视 我看不见 早死了 疼死了 所以受不了 都会参与叡游 我想是这个有两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 那一个就是年龄 那我们身体也可以算是一部机器 那个机器用了一段时间 比如说用了二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那可能慢慢就会 有些零件就会出问题了 那所以我们等于说是 年龄是我们健康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第二个 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 我们本身的一个生理 还有生活的 环境的一个条件 这个我们生理的条件 是包括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遗传 这个遗传 很多殖病是跟 我们的体质 就是我们父母亲 给我们的DNA 他的遗传 那这个遗传会 很多殖病跟这个遗传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女性方面的乳癌 乳癌假如说母亲有 小孩子有的机会有多 那那个姐妹里面有一个有 那其他姐妹有机会也很高 对于她生活的环境 后天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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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比如说她是不是体重过重 或是她是不是 常常吃的 她的食物里面 都是一些比较低签 高脂肪的食物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她 这个心血管的毛病会比较多 她的病的机会比较多 对于其他的 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除了平时注重运动健身 李后才与这群朋友 也有健康管理的概念 会定期的接受健康检查 了解自己实际的健康状况 因为我们要健康 再当做任何事情 我们平时就是说 预防生理治疗 如果自己身体 我们不去检查 也看不到 所以对检查赠前 这个比较重 对自己也太有帮助 他们当中最年轻的谢家福 也参与了这一次的健康检查 只是没想到 四十多岁的她 身体的状况却最多 其实我自己本身身脏也不好 而且就是说最近 就常偶尔会阴线 那阴线的情形就是说 还不到一暗中 我的感觉 我自己内心有一点恐惧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到花莲慈基院去做健检 那健检我自己有说加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脱布的指正噪音 我相信这是正确的方向嘛 因为是温血嘛 第二个就是胸腔的部分 因为我自己感觉啦 就是说心脏方面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说解除我这样一个疑虑 认真来讲的话 其实我想让自己活了更久一点 健康是动态的 随着年龄 生活习惯 环境变迁 甚至于工作性质的不同 会呈现不同的状态 就像在科技业上班的陈敦和 原本也不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 直到健康检查报告出来 才发现自己因为忙碌 忘了多喝水 产生了圣结石 圣结石那个即时 大家应该也知道 就是圣结石的成因 可能就是水比较少喝 所以那个之前都没有 那去年就正好发现 才大概知道说 可能我在去年这段期间内 包括前年到去年这段期间内 可能水会有不够多 那也许我自己习惯也不是很好 就是比较习惯喝饮料 就是要来意识到说 要多喝白开水 然后可能每天要一定的吸气数 那也许今年再去检测会变得比较好 根据2009年 工研院服务业科技应用中心 一项针对台湾的健检产业服务 和民众接受健检的习惯 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 很多人为了促进健康 都会和陈敦河一样 选择健康检查 来了解身体的健康状况 三人我们感觉 路人我们问 你觉得健康重不重要 十个大概有 九点九个会说 当然重要 但是你愿意花多少钱 来了解来维护你的健康 这个答案就开始 让我们觉得有加强的空间 我们做了一些调查 我们发现其实健康检查 这件事情 我们台湾人民愿意投资的意愿 其实是蛮高的 大家平均来看 愿意花五到六千块钱 来做健康检查这件事情 那健康检查之后 对自己个人的健康的 继续追踪维护呢 其实我们看到两个状况 接下来是健康维护 健康的追踪 那这就有两个不同的状况 这个状况是 一般比较健康的人 但是对自己健康意识 开始提升 有这些资讯 那他们一般是愿意 花大概五百六百块钱 一个月 来继续追踪 维护自己的健康 但是呢 如果健检出来的一些资讯 是有一些警讯出现 那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叫做亚健康的这个族群 那其实他们愿意投入的 这个意愿就更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千到一千五百块为主 所以大家是愿意投资在自己的健康上面 在工研院服科中心的研究中 可以发现健康检查的接受度与主动性 以年龄 性别和经济能力为主要的考量因素 不过大多数人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 是来自公司所提供的员工健检 有自觉想要积极管理健康的民众 所占的比率只有两成左右 健康其实是要促进的 我希望每一个人了解说 我们自己是一个健康制造者 那如果呢 我让我自己更健康 其实不是只是对我自己有好处 其实是对我的亲友有好处 对这整个国家社会是有帮助的 为了了解健康的情况 很多人会自觉性的选择健康检查 不过我就发现 要做一次健康检查 会面临许多的选择 同时呢 会产生很多的疑惑 今天为了找出最适合我自己的 见解内容 我来请教陈黄光医师 相信他一定会为我解除疑惑 陈医师向我要去做见解 我会发现 这些人中心各是各样 而且好像到处都有 对 譬如说在街坊中 有看到比如说什么检查院 或者是检验所 是 那甚至可能有一些就变成是 我们所谓的见诊中心 又有分私人的 那甚至还有在医学中心里面 也成立一些见诊的服务项目 那到底一般的人要怎样来选择 到底哪一个才是合适我们的 OK 那健康检查一般有几个地方可以去 最简便在街头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检验院 检验院它会提供一些很简单的检查 像抽鞋 大小便 X光心电图 那就是一般 我比较做简单的检查 或者医师交代我 下次来看糖尿病的时候 可不可以先去检查一下你的鞋糖 这时候就可以利用社区很方便的检验院 对 但是检验院它只能做出检查 没有办法做判断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第一个选择 我们可以到诊所或到医院的门诊 医师根据你的状况 你的危险因子 或者说你现在的一些不良习惯 或者生活方式来提供一些建议 那当然到那个诊所或医院有个好处 医师可以帮你做那个报告的解说 因为解说在检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如果说我要做个比较全面性 或者说比较做比较详细的检查 那时候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可以到市面上很多检验机构 它可以做安排一个套餐式的检查 另外可以到医院 医院都有检验中心 这些地方都可以做一个比较套装式 比较完整的检查 目前台湾民众选择自费健康检查的机构 大多是以各层级的医疗院所 像是医学中心 地区医院 诊所和专门的健检中心 或是健诊中心为主 一般而言 层级越高的医疗院所 医疗人员的临床表现 与专业能力越受肯定 另外可供选择的自费健检项目也越多 同时提供后续就医检查 与治疗的能力也越强 一般的民众来讲 可能就他有这个要求 有这个需求 就可能要自费 要自费 那可以在自费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怎么样去希望 受检者能够把他的钱 用得很有效 那就是包括的所谓的 一般的医生的理学检查 问病死 然后这个超血 X光 超音波 还有这个力士症的检查 就等等 那这个是可以 大概我们80%以上的 这个殖病的状况 健康的状况 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去 近20年来 因应医检分离观念的兴起 为了区隔受检民众 看就医病患 出现了所谓的 健检或是健诊中心 提供以顾客为中心的 高品质健检服务 他们的特色是 集中健检专属的医疗人员和仪器 进而节省民众健检的时间 目前最新的趋势是 加强后续服务 就是提醒健检客户 注意健康管理 17到24后 我们看一下 20.3 健检是我们前面的一个工作 我们真正的一个更大的重心 应该是在一天健诊以后的 后面的360几天的一个服务 那这一步呢 我们把它叫做健康管理 健康管理里面 包括健康资讯的提供 包括健康指导 包括健康促进 从事艺术创作的黄浩德 当初就是选择到 健诊中心做健康检查 黄浩德因为有 僵直性脊椎炎的病史 所以对于健康特别重视 过去十年 黄浩德已经养成 定期健检的习惯 而他也真的 从健康检查的过程中 极早地发现了疾病 而且极早地治疗处理 免除了生病的危机 大概四五年前 有一次健康检查 出现了一个 告诉我说 这个分辨前血的检查 是一个阳性的反应 那其实在以前 很多的健康检查里面 你都会觉得说 检查那个东西 你不晓要做什么 你也不晓得 那个有什么样的 特别的意义 直到那一次 因为阳性反应 然后开始 刚开始自己会很挣扎 就觉得说 一定是那个检查不准啦 或者我刚好 最近吃了不晓什么东西啦 那一直到后来觉得说 那我既然已经都来做检查了 人家也告诉你 可能有问题 那你还是面对事实 你再做进一步的追踪 所以我就再进一步的 去做追踪 然后最后就发现说 他好像真的是 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那透过两次的 这个血液的检查 都是阳性的之后呢 后来我就去做了 这个大肠镜的检查 回想起来 黄浩德说 幸好自己勇敢地面对 健检的结果 因为人生无常 疾病也很难预测 他管理健康的好习惯 给了自己一次重生的机会 这次做完大肠镜的时候 我突然间整个人 好像重新活了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在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了说 肠子里面的确长了有鸡肉 而这个鸡肉经过切片检查 它是一个已经开始做 已经开始变化的一个线瘤 我问医生说 这线瘤是什么一回事 他说你的这个线瘤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去理他 可能在两年之内 他就转化成恶性肿瘤了 我那时候在门诊室 听到医生这样解说 完全整个人傻了眼 你会觉得说 我只不过是要来做健康检查的 怎么会看到这种东西 然后可是到后来 你就会觉得说 幸好你有做这一次的检查 而且你有去认真的面对它 因为 其实在那个做大肠镜的过程当中 这个切除线瘤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你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知不觉 它就帮你处理掉了 所以我回来以后 我就整个人完全的 对健康检查的态度 有了全然的改观 从以前只是觉得 可能只是安慰自己 可能是有点点像 要跟大家炫耀说 我有多健康 可是到后来才发现 他真的是对你的健康 比喻提醒 应该要注意变化 并且找出问题 加以解决 因为黄浩德知道 照顾自己的健康 不是只有对自己负责任 也是对身边的人 包括对家人 以及工作负责任 陈迅先生 你在书里面也曾经把健康检查 做一个比喻就是买保险 那为什么您觉得 做健康检查跟买保险一样呢 保险有一个地方非常像 就是说我现在是没有事的 但是我希望什么 我可以得到一个机会 我可以发现一个很重大的疾病 早期就把它解决掉 这样就避开那个风险 最怕的是什么 错过那个最好的治疗时机 那健检跟看病又不一样 看病一般我已经生病了 就认了 但是健检呢我没有病 但是我有什么 我用透过工具早期找到 这算是一种投资 每隔一阵子去做一下检查 找到疾病你就赚到 我们常常看一份报告都正常 但是说 哇大肠发现一颗席肉 这颗再放一阵子 它可能会变肿瘤 你在那么早期就把它切除掉 这部分呢就好像 你好像买保险 得到一个很大的补偿一样 透过医学影像 判读健康情况 是李超群医师天天的工作 随着医疗科技 与仪器的进步 许多疾病在初期 就能够被找到症状 以常见的高血压为例 要恶化成动脉硬化 导致中风可能要十年的时间 如果能早一点发现 早一点预防或是治疗 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悲剧的产生了 但症状好像非常多 那还有一个叫做高科技症状 那跟一般的症状有什么不同 那民众应该如何来选择 会比较好 那以中风来讲 很多人其实在中风 也许中风的时间的前十年 也许就可以看到血管已经有不好 他假如在那个时候知道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保养 比如说饮食上改变 又加上运动 生活习惯改变 他可能这辈子完全毙掉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 就是说从疾病的演变 跟生活习惯很有关系 那我们就相信说 也许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 或早期给他用药 我们能够阻挡疾病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一直在极力推 为什么要用高科技检检 是因为简单的来讲 现在没有更好的方法 假如现在有更好的方法 也许大家到医院造一张片子 或者是说抽个血 就已经能够把这些东西都弄清楚 我想我们就不用动用到电脑断层 核子共振这些 事实上现在我们发现 很多是没办法 必须靠这些仪器才有办法 虽然有高科技仪器 来帮助民众了解身体内部的状况 但是任何的检查工具 都有其局限性 并非所有的疾病 都能够透过高科技仪器来发现 这是接受健康检查前 应该有的认知 大部分的癌病都是没有什么进座 早期是没有进座 就算是你做健康检查 在一般的所谓影像学里面 比如说我们能够解像的 大概是0.5公分以上 我们能够看到能够解像 不管你是做参拨啦 电脑断层啦 或者是核实公正啦 或者是一份做到这个症子 那假如说在0.5公分以上 大概有经验的专业人才 大概专业医师都可以 能够发现到 那可是在0.5公分以下 有些时候就很困难 那有些早上说他的病灶 上一颗米一颗芝麻这么大 你说怎么查 所以这个很困难 所谓的健康检查 所包括的项目 没有办法说是 我设定一个标准 你什么条件就做哪个 什么条件做哪个 那全世界都没有 因为有很多检查是说 他那个发生的率 就是说他发生率不是很高 那你找一些身体 觉得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没有什么指定人去做这个 可能对于cost effective list 来讲 就是说所谓这个效率来讲 就不见得 所以你常常就是说 可能就要看个人的 第一个是看个人的医院 说我有没有做健康检查的医院 那第二个看个人的经济能力 癌症和心血管疾病 一致是台湾民众健康上的重量级杀手 究竟有哪些检查项目 是民众可以选择用来加以预防的呢 那陈医师有哪一些疾病 我们可以透过健检 达到最好的预防效益 一般我强调健检一定要做 是属于心血管类的 就是评估一般身体状况必做 第二个部分就要延伸到癌症检查 那癌症并不是无所不做 我们选择癌症检查项目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这个癌症要很常见 你花很多钱做一个很罕见的疾病 会浪费掉你太多金钱 因为我要强调健检不是免费的 除了国家有提供一些免费的项目 但健检相当昂贵 所以第一个要什么要常见 第二这个癌症最好长很慢 越慢越好 因为我们越有机会找到它以及治疗它 第三就是要有很好的疗法 不符合这三点 我们就不需要花钱去做这癌症检查 因为成本效益不合 那以目前的科学证据来讲 有三种癌症最适合做健康检查 第一个叫子宫颈癌 全世界有统计 经过那个子宫颈抹片的筛检 可以降低子宫颈癌的死亡率达到70% 这成本效益非常的高 第二个就是乳癌 乳癌可以透过乳房超音波跟乳房摄影 一样在全世界的研究中 我们透过乳房摄影 或说乳房超音波检查 可以降低乳癌的死亡率达到3成 所以它很值得做 那第三个是目前还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非常值得做一个癌症 叫大肠癌 大肠癌可以透过那个糞便检查里面有没有带血 叫我们一般肉眼看不到的血叫浅血 可以找到那个那个早期的那个大肠癌 但是当然再说起来 大肠糞便检查不是算最准的 所以如果说经费许可 现在的那个我们在讲 健康检查这个学问里面 我们很希望民众如果行有余力 可以考虑做大肠镜 因为大肠镜可以在癌症 还在息肉的阶段就予以切除 这样连肿瘤都还没形成 我们就把它治疗好了 所以这三种癌症是最值得做的 那其他就是跟一些特殊危险因子有关 例如说在台湾很常见 很多人吃槟榔 本身是只有高危险群 所以可以请牙科或耳鼻尤科医师 帮你检查口腔 这是个非常好的检查 不需要花很多时间 第二个是台湾有很多V肝跟C肝的代源者 我们都建议他每半年就该去做这超音波 可以找到早期的肿瘤 因为肝癌长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希望每半年就该检查一次 这些是比较推荐的癌症检查 预防心血管疾病最好的工具 其实就是血压剂 重点是民众是否能每天持之以恒的量色 自发性的管理健康 黎师假如说一般我们租心血管疾病 除了一个高科技的健检 可以帮我们做提前的预防之外 还有没有平常可以做的一些 我想除了利用高科技健检以外 其实我们最重要还是如何把身体保养好 那如何把身体保养好 有一些很基础的那个平常应该监测的东西 比如说血压就是最典型的东西 你平常血压都要控制得很好 对不对 所以凉血压是很重要 尤其是到了某一个年纪以后 尤其是40岁以后 几乎大部分人会高血压 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注意量 要不要量量看 好 所以是每一天最好都能够帮自己量个血压 一般来讲假如你血压很好 倒是不必 不过假如你有一点点血压高的话 最好每天健康一下 那你们比如说什么时间量 或者是什么状态之下量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 大家一般民众要注意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因为我认为 你看我们一个脑血压很高的时候 脑疫学会不会选时间 也不会 不会 你看有人在半夜有人是在路上 所以其实应该是随时 你每天有空 反正坐下来标准的量法 休息十分钟量一下脚高 你就要小心 那血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监测重点 那很多人对血压可能不是很了解 他觉得差个10没什么影响 但要注意这个血压里面是叫做毫米拱柱 它是用拱来测压力 那拱跟水比是差13.6倍 所以我们一般讲量血压量到100 我们量的血管是这一支 那这个血管大概只有我这个手指 还不到这个手指出 这个100的时候就是这里面的血 它从地面喷起来1米3六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血压很重要 其实平常看到血压高就要害怕 很多时候常常照个胸部X光 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应该是高血压 为什么会知道 那血管变得很弯 就像橡皮筋拉久了 慢慢弹性疲乏了它就弯 然后呢心脏会大 会长期承受那个压力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想 就是说其实你平常血压没有管控 它不但会伤害你的心血管 也会伤害你的血管 甚至很多人高血压后来肾脏会坏掉 因为它肾脏的血管硬化掉 慢慢胜光了就不好 医学专家建议 最好的健康检查应该是量身定做 根据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过往病史 家族病史 以及是否有不良的因子 像是抽烟 喝酒等习惯 咨询医师之后 再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健检项目 最重要的是要有专业的医师解说健检报告 因为遵从医师的建议才是改善健康 远离疾病的关键 渐渐完你是积极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 还是不当一回事的继续生活下去 直到疾病瀕临城下了才后悔莫及吗 超群医师 你鼓励民众要重视健检自己做不做 做啊 甚至做了脑部的健检 结果很休克 发现自己竟然50岁的脑 因为看了片子之后 对啊 因为我发现我进来有推花白斑 一般我们在大部分的人看到是50岁以后 不过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那么年轻 我就常常记忆有一点缺乏 就是常常会忘事啊 怎么忘事啊 比如跟人家约会约 人家到的时候大家都到了 结果你在哪里 我说我忘了 就是这样 搞得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平常生活很注意的一个人 我饮食很清淡 我有两个坏习惯 哪两个坏习惯 一个就是平常不爱睡觉 常常熬夜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爱运动 一般医生可能看到这样一点点的退化 他可能会觉得说还好嘛 你这个年纪本来就是应该这样 不过对我来讲 我倒是觉得说 我们人应该是活到这一生 不痴呆不中风 所以假如用这样去看 可能这一点点蛛丝马迹的退化 也许在二十年后 可能就演变成一个 我们没办法治疗的痴呆跟中风 所以对我来讲 我是心里很紧张 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 决定了很多的生活习惯 必须要去修改 第一个就是要早睡早起 不要一直熬夜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创造很多的自由基 你刚刚说 就是要运动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满跑 为了晚年生活的品质 李超群医生对于健康不敢掉以轻心 翻阅了许多医学研究后 他发现运动饮食和生活习惯 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 现在已经年过五十岁的他相信 什么样的生活模式 就有什么样的健康状态 因为他的生活周遭 充满了这样的理症 因为我还第二名 我就这样讲 那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差别 很多人从别的地方来这里 做健康的人跟我讲 他说我的叛毒跟很多人不一样 那回头想十多年前 我刚开始的时候 也是跟大部分医生一样 你这有什么病有什么病 不过我在那时候注意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个人年纪轻轻了 他为什么他的身体会 比如说变成一个跟五六十岁的人一样 或甚至七八十岁一样 那为什么有的人七八十岁 结果他看起来很健康 像四五十岁的人一样 我就很有兴趣 我那时候就常常会问他们 你生活上的习惯是怎么样 比如说饮食习惯是怎么样 你的运动习惯是怎么样 睡眠习惯是怎么样 我后来发现一些事情 就是好像生活习惯影响这一些的变化 每个人健康状况都大不相同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身体器官难免会消耗 老化甚至是生病的危机 这也说明了我们人体的健康状况 都不可能是一直很不变的 我们的健康会随着我们身处的环境 生活的形态 饮食运动习惯而有所改变 那要确知我们身体的变化 健康检查是一种方式 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身体 大部分的实际状态 以积极的态度来管理我们的健康 同时提醒我们要善待自己的身体 避免危险因子的干扰 如此一来我们才有机会保持身体健康 同时避免与疾病正面交锋的机会 请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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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